大家好 我是马云喵哥 由于过年期间 喵哥一直开的BID和EV 我也跟大家聊了 其实我自己深度体验之后 我觉得目前制约电车发展的很大一块 就是充电体验太差了 现在这种充电服务和换电服务 到底哪种才是以后新能源车 电车的未来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想聊聊我的看法 首先就充电服务来说 就目前来看 所有市面上所提供的这种快充服务 有这个国家电网的 也有这个小局啊 什么特来电啊这种的 这个第三方的 这些快充服务呢 从我过年期间 在我们这个湖南 以及我这个去年这个 四驾新能源车 在这个江苏那边体验的情况来看呢 体验都不太好 一呢经常会遇到这个设备坏了的情况 二呢就是这个整个去充电的 说实话这个司机的素质是连有不齐的 各种各样的要求的都会出现 比如说充电枪丢在地上 或者说这个充电那个地方 各种各样的怪位都会有 然后地上垃圾遍地 就让你觉得这个体验很差 除此之外呢 就是这个 像我遇到的这些这个充电的地方 都没有这个 就是能休息的地方 因为很多车子充电的时候 它提示你不能待在车上 这个时候你下来 你没有地方去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弊端 但是呢这个有朋友说广东那边 尤其在这个珠山脚 他们那边这个充电服务就比较好 一般充电的地方呢 都会有能休息的地方 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服务 可能这个体验就会好不少 所以呢就有朋友提出来 这个换电服务 像目前主调换电服务的 就是这个国内的未来 包括现在零点时代 它也在这个加入这个换电服务 因为换电的话 它跟充电的这个 专程就完全不一样了 它是一个换电站 你车子这个开过去之后 直接开上台架 然后呢 机器人把这个你电池卸下来 然后再给你换一块新电池上去 你就没有这个充电的等待的烦恼 因为毕竟呢 它是换电跟加油 是有点这个类似的 对不对 而且呢再加上这个换电服务站 一般都有这个工作人员住所 它不像这个充电服务站 都是自助服务啊 这样的话这个卫生条件啊 各种体验啊 引导啊 就会好很多 但是呢 这么好的体验 它换电的成本 可能这个比充电就会高一些 应该是建一个这么大的换电站 而且换电站里面 它不像充电 充电的话 大家的车子各自都用自己的电池 当时换电的话 它里面总得存储几块电池 而且大家都知道 这个动力电池它不便宜啊 也就是说一台车 按照这个比例 至少是给你配备这个1.5块电池吧 也就是对电池的需求大了 这个时候 它的这个成本也就高了 而且呢建一个换电站 比建一个充电站 它投入成本是也高不少的 因为充电站呢 它只要这个有几个停车位 然后这个给你布几个这个充电桩 你就可以用 但是换电站的话 它这个首先的一个换电设施的一个台价 而且里面还有具备这个电池更换 和这个充电的这个功能 而且还有装量的管理 这也是目前就是啊 未来雄心勃勃这个弄这个换电站 但是呢 铺开的进度 比它的所说的这个 其实是要慢一些的 毕竟这个成本太高了 当然除了成本做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这个标准的因素 目前做新能源车的这么多厂家 如果想要换电的话呢 那就必须大家的电池 都按照一个标准 一个模式去生产 而且这个车子的结构 底盘结构 它都得按照这个模式 按照这个标准去生产 不然的话 它换电就没法实现 而且还有这个 我们很多朋友担心这个问题 我买车的时候 我这个电池买的是这个新的 我去换电一换 跟我换了一个半行不及的电池 我心里不舒服啊 所以这还涉及到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汽车在生产销售的时候 如果要换电的话 那你买的这个车是没有电池的 你这个空壳 你每次去换电 你都需要这个 租用这么一块电池 也就是说电池跟这个车体 它是分开卖了 这样的话 可能你更好能够接受 所以这些都是目前 制约的换电服务的一些 很现实的一些条件 如果就目前这种充电服务的话 你要说让我开个电车 跑个长途 跑个跨城 经常去用快车的话 我要不是 装持开那个电车 去谋生 那我真的不愿意干 所以基于这个充电服务 这个体验很差 换电服务成本又很高 像特斯拉这样的行业大佬 他干脆自己建这个超级充电庄 把这个充电的时间 把它这个缩短 而且特斯拉做的更猛的是 如果说你的车子充满了 你停在里站那个车位不走的话 他给你加收高倍的这个超额费 也就是停车费 让你收着你这个头疼 所以就目前 这个新能源车 这个电池的推广和发展来说 到底是充电服务 还是换电服务好呢 就是我个人觉得 如果从体验来说 换电肯定是这个最优的选择 但是你要说 从整个实际的情况来说 充电的服务呢 可能这个还是 在实际推广过程当中 它是更有优势 毕竟成本低 布局快 就我这次这个 自己这个 伸出试驾的时候 我觉得比较理性的做法呢 就是电车更多的 应该是作为 以加充为主 以快充为辅 这么一种模式 能够这个更快的发展 也更有前途的一种模式 这样的话呢 既能够这个低成本的 这个布置更多的这个充电设施 又能够这个避免标准也好 这个换电也好 带来的这个系列的成本的 这个高涨 所形成的这种的发展障碍 而且呢 我有个不太成熟的设想 就是目前我们很多朋友 可能都加装了这个加充 而且你这个加充呢 就在你这个地下车库里面 那么甚至是不是可以 实现这个加充的一些共享 比如说像比亚迪 你已经卖了这么多电设了 你加装了这么多充电装了 那么谁家加了加充 你是不是可以在地上那边标一下 比如说白天 我开车出去上班去了 那么这个我晚上回来再充电 那么我在上班这段期间 我能不能把我的这个加充 把它共享出去呢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这些 本来只有在下班时间 晚上才能用用这个加充 平时也可以尽大可能的 把它这个闲置的 把它利用起来 无限当中就增加了 很多的这种充电装服务 对不对 尤其是现在这个 现在这种卖的比较多的电车 像比亚迪他们家 充电装都是通用的 这样的话 就能够更快的进行这个电车的这个推广和发展的 减少大家的这个充电这个焦虑呢 以上呢 就是目前这个关于这个电车充电和换电 我自己深度体验之后 一些不太成熟的看法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对于这个充电和换电 你看好哪一种模式呢